大家好,我是晨晨妈 今天来分享一个勾针的小技巧 咱们经常要用到锁边起针 一般的锁边起针 咱们都会在这里打个结 然后再去起针 那像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小疙瘩 那换一种方式的话 这个地方就没有小疙瘩 最后这个织物会更加的平整美观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下 这种无结的一个锁针的起针方法 先来看一下我们平时的锁边起针 我们要不是先在这里打一个活扣 然后去接着起针 或者是大多数人也会用到的 再把这里拉紧 然后这个地方其实也是有一个结的 我们再去这样起针 那这个地方还是会有结 无结起针法就是大家这里看清楚 咱们这底下没有去打结 而是这样来落线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底下的落线方式 接着咱们用左手捏住这个交叉的地方 勾针穿到这个洞里面 咱们同样是把线勾过来 好 我们开始勾针 一直勾到自己需要的一个长度 勾到自己需要的长度之后 你这里放开就会变成这样一个效果 然后只要适当的拉紧就可以了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第一针 这是第二针 第三第四第五 那所以这个地方呢 它就是无结的 那么碰到这种起针 我们在不管是片钩 还是圈钩的时候 这个地方呢都会很平整 这里先来看一下片钩 好 比如说我们开始钩短针 最后一针呢 最后一针呢就是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呢 这根线呢它现在是这样的 那我们就让这根线呢 让它顺着它的这个 顺着它这个趋势 就这样呢 搭在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最后一针里面 勾一个短针 一个锁针起力 我们再把第二行勾完 来看一下效果 好 我们来到正面来看 那这个地方呢 同样只要适当的收紧 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呢 这个地方它是没有结的 没有结 这样呢整个织物呢 就会更平整更美观 我们再来看一下如果是圈钩 这种方法的一个效果 这里适当放掉之后 这里呢这个就是最后一针 这是第二针 第三第四 好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圈钩 接下来我们来到最后一针 最后一针呢 咱们也是正常的去怒针 好 我们假设要在这里面 勾三个锁针 然后就针到这一边 好 那这个地方来看一下 我们同样是可以抽紧 把这个洞呢拉到最小 好 这个地方呢 它也是没有缝隙的 也是可以拉得动的 然后它是很平整 也是没有结的 然后再给它看